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真的很高興 我們能夠在這裡相聚 我們的詩歌好不好聽 好聽 哇 從破碎到自由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的心聲 如果你們有節目表 你就知道我是誰 認識我不重要 認識這位是來自天上祝福的上帝比較重要 我不曉得你們如果沒有認識主的人 你們知道什麼是來自天上的祝福嗎 你們會想過 我們已經從去年就不斷地在預備 就在為這個題目 為這個主題 我們就不斷地 工作人員就在想 把這個最好的呈現 那你們來到這裡 你們知道什麼是天上的祝福嗎 我希望我今天分享完了 你們就可以明白 如果有一天 你做一個夢 夢到上帝對你說 你願意我賜給你什麼 你可以求 那麼你會求什麼 神要給你 神要給你的時候 你要求什麼 那我們今天聚在這裡 在這福音廣場 也許你來 你也有一些渴求 只是你講不出來 或者是你真的有一個渴望 你想要得到什麼 如果你想要聽到上帝的聲音 或者是上帝在人生命中有什麼作為 那麼我們來讀一段經文 這個經文呢 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是記載在獵王記上 我們一起來 一二三整齊地念 來 在即便夜間夢中 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 對他說 你願我賜你什麼 你可以求 上帝對他說 他說 你既然求這事 不為自己求受 也不求 你頭底的性命 但求智慧 可以聽誦 我就應允你所求的 賜你聰明智慧 甚至 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 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 你所沒有求的 我也賜給你 就是護足尊榮 使你在世的日子 獵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你若孝華你父親大位 遵行我的道 謹守我的律律 我必使你藏壽 好這個是我們很熟悉的 就是所羅門王的禱告 對不對 他求什麼 答對了 就是智慧 神給他了沒有 給了 還給他什麼 護足尊榮還有答對了 哇他求智慧而已 上帝給他多了三樣 這個就是他求對了 神喜悅他 他沒有求的也給他了 所以呢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他所得到的智慧是 前無古人後無什麼 來者對不對 哇你們很有學問喔 真的他是空前也是絕後 我們也知道所羅門王的寶藏 他的財戶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聖經中有很多的答案 那我今天呢 再讓各位讀一段經文就是 這個天上來的智慧 因為他求智慧對不對 所以我要讓你們知道 天上來的智慧是什麼 我們來讀雅各書三章十七節 這一段呢 雖然沒有寫在這三面 但是我唸給各位聽 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 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 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異果 哇這些都是美好的品格 也是上帝的什麼 屬性 所以當我們求智慧的時候 你求對了 你求最好的 上帝把其他次好的通通給我們 那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神 他的屬性 他願意把一切好的 給向他尋求的人 可是我們從地上來的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跟天上的是一個對比 也是一個對立 神要人是和平的 但是呢 人常常不是對立 衝突就是傷害 容不下對方 我們都一定要討回什麼 公道 公理 公平 要問個清楚 但是呢 神要我們重新恢復 他造我們的容美的形象 有神的屬性 所以我們有了神 他創造我們的容美的形象 他要恢復我們 就像剛剛從破碎到自由 這首詩歌所寫的 那我開始要來講 神怎樣在我生命中 來做奇妙的工作 那我是出生在一個 沒有信主的家庭 在台灣一個鄉下 據我媽媽說 我出生是帶給家庭祝福的人 那這怎麼說呢 他說我是一個帶給家庭祝福 當時呢 我出生那一年 剛好是台灣經濟起揮 他從農業要轉型到工業的時候 那我家是在一個不信上帝的 他是信拜拜的家庭 那我上面呢 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 那我就是老妖 我從我出生那一年 我爸爸就將那個農夫的鋤頭就丟掉 然後呢 就開始拿起筆 當起了什麼 黃地產買賣的代理人 哎呀不得了 從我出生那一年呢 我們家翻轉了 我們家就改變了 我們家就改變了 我爸爸呢 我們家就不在那個鄉下田間稻草 而且是在高樓林立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整個經濟在起揮的時候 很容易呢 就很容易賺錢 所以買賣就是有價差 你介紹人家也有賺錢 那我媽媽說我是一個帶給家裡祝福的 就是指這個 指說我一出生 我爸爸呢 就開始有很好的事業 很好的工作 所以呢 我們家就翻轉 那到底呢 什麼叫做有福氣呢 我家的對面啊 那個銀樓啊 有好的手勢 一定要來給我帶一帶 這是什麼意思 我從小喔 對面的那個銀樓 很大的珍珠鑽石 就要給我手帶一帶 他們說啊 讓我帶一帶 就會帶來祝福耶 哎呦 我心裡想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到現在 我對珠寶一點都沒有興趣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 這些外表亮晶晶的東西 很多人喜歡 但是那不是永恆的 也不是長久的 我的童年 雖然家境開始變好 在改變過程 可是我沒有快樂 我沒有快樂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人 大人喔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怎樣 忙碌 哎呀 忙得賺錢 忙得做這個做那個 那我常看到他們忙忙 一個人很忙的時候就會怎樣 Beezy就會怎樣 Hurry就快快快 Hurry快快快就會怎樣 Angry就會很容易有火氣 有情緒 那Angry生氣以後呢 有人說啊 這個情緒呢 這個混怒呢 就是人際關係的殺手 所以你一花怒的時候呢 就會怎樣 破壞人際關係 以至於就會Empty 心裡就會覺得很空虛 那你當你很 心裡Empty 空虛的時候呢 你就會怎樣 Lonely 你會感到Lonely 那一個人Lonely 他就想要 再找很多事情來做 又進入一個循環 又是Beezy 然後第二呢 Hurry 第三個 Angry 第四個 Empty 就空了 然後第五個 Lonely Lonely 然後Lonely的時候又怎樣 又開始找很多事情 每況愈下 一圈一圈 所以呢 我們怎樣斷開那個負面的循環呢 就是要從天上來的智慧 才能夠讓我們進到那個正向的循環當中 神當然會給我們有這個智慧 那我昨天因為母親節 我再一次回想我的媽媽 我童年的時候 雖然生活物質不缺 但是在我小時候剛好是台灣 那個小兒麻痹的大流行 那我就也在這個流行當中 我就得了小兒麻痹 那我印象中呢 我兩隻腳都不能走路 我就 就站起來就沒有力氣 那我 我的媽媽是一個非常的 有堅強性格的人 她不放棄 她說我怎麼可以讓我這個女兒呢 小兒麻痹 多丟臉 多難看 因為她沒有性主嘛 所以呢 她用西醫治完了 不打緊 還用中醫 所以呢中醫呢 因為中醫就把我的腳治好 然後呢要經過一次再一次的什麼 護健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就走路嘛 你就跑步嘛 所以從小學我就開始跑 一直跑跑 跑到什麼 跑到校隊耶 我是參加那個學校的全高雄的那個 運動大會的接力賽的那個校隊 所以呢 我的腳呢 就 就痊癒了 就痊癒了 所以呢 這個過程呢 我非常感謝我的媽媽 我每次走路我跑步 我就會謝謝我的母親 她 她是很有智慧啊 不然呢 怎麼 我都沒有後遺症 所以呢 感謝主 她現在也在上帝的懷中 這麼有智慧的人 最後還是 從拜拜 她拜拜 然後最後來相信神 那我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信主以後 是因為同學帶我去教會 就像 有朋友邀你來這裡 我就是一個很渴望 平安的人 因為我看到大人很忙碌 都沒有平安 充滿了情緒 充滿了很多的傷害 所以呢 我渴望有平安 可是這個平安從哪裡來呢 我的朋友帶我去教會 我進到教會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是聽到 哎呀像我們今天這麼好聽的詩歌 我們那個教會呢 唱的詩歌呢 哇都是很古典的 很好聽 我從那個時候 我就不斷地唱詩歌 來讓我去經歷到神 那14歲的時候 有一天 我一直唱詩歌 到慈窮 我也不知道在唱什麼 最後唱的聲音 跟歌的音域都不是我的聲音 我知道那個是聖靈來充滿我 所以呢我從那個時候我就好喜樂 我的性格呢 就變成很堅強 不是剛硬喔 是堅強 很堅強 不會很很容易放棄 那經過上帝 他的愛的交灌 那我能夠 遇到挫折 能夠面對問題 去處理問題 繼續走下去 那所以 我在14歲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就跟上帝說 我跟你做一個約定 我願意一生來侍奉你 我要做你的工作 我要呢 去照顧很多 很多的病人 而且去到 最鄉下 最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台灣最南端的就是恆春 然後我就去到 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基督教醫院工作 我在那個地方工作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很年輕 是單身 而且我抱著一個決定 我這一生中呢 不嫁 就是專心來侍奉上帝 因為上帝這麼好 給我這麼多的喜樂 所以我決定不結婚 但是呢 人的決定跟神的帶領不一樣 那我今天就是陳牧師的另外一半 因為他也開始沒有 他開始也沒有要奉獻 但是我跟上帝祷告十年 終於他就去讀神學院奉獻 成為神的仆人 那他 怎麼會跟他認識呢 我根本不想結婚 怎麼會認識他 就是因為我在鄉下 照顧一個老病人 這個太太呢 她都沒有辦法起來 因為他是腎臟病 一定要絕對臥床 所以我下班就去唱詩歌給他聽 傳福音給他聽 後來他出院我就去看他 看看看 看到最後他就介紹他兒子跟我認識 所以就是這樣 我就改變我的觀念 那我在醫院工作的這個七年的當中呢 我有很多的經歷 其中有一個經歷呢 就是我遇到了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呢 他是一個來到醫院的時候 他全身都已經心會衰竭了 他呼吸激觸 因為我們是小醫院 而且是三十幾年前 沒有現在所謂的ICU這種病房 他全身都是管子 然後他的心跳一直變慢 已經變了四十以下 那我心裡就著急了 我就跟醫生說他心跳越來越慢 那醫生說他可能活不過今天晚上 哎呀我心裡就很難過 因為當你要看到你照顧的病人 就要離開的時候 那我心裡就默默的來禱告 然後醫生就說你幫他打槍心針 那打針的時候呢 要經過十五分鐘 你要慢慢的推 不是放到那個IV bag 你要直接用手推 而且要看著他 看他的反應 那我當我走到他的旁邊的時候 他全身都是冷汗 你可以看到一個人 那個最後要離開那個世界的樣子 我就幫他推這個藥 那我看著他的時候 突然有一句話進到我裡面 他說你如果不傳你就有禍了 哇我心裡想 你如果不傳你就有禍了 所以我要怎樣跟他傳福音 我要跟他介紹耶穌 不管他能不能在這個地上 每一個人都會結束的 可是他還有永恆的生命 所以我就開始用十五分鐘 開始跟他介紹耶穌的愛 上帝的愛 還有告訴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 然後呢 只要你能夠接受耶穌 你就能夠怎樣 成為他的兒女 透過耶穌的保血 你可以重新跟上帝 建立關係 重新連結 我們就是上帝的兒女 我就這樣一直跟他講 講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真意快要拔出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接受耶穌 這個時候呢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就一直點頭 因為他講不出一句話來 他就說 他也是點頭 我說你願意接受耶穌 那我就帶你做一個絕肢 禱告好不好 他就點頭 那用很最微弱的聲音 跟我一起禱告 禱告完了 我那一天 我就下班了 可是我們那個小醫院 等到我再一次回到病房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人 身上的管子都不見了 就坐在床邊 他就一直叫我 這樣比這樣 徐小姐 徐小姐 我說你怎麼認識我啊 他說我就是誰啊 我就是玲瓏蟲 我說啊 那一天 那一天 我心裡想他 我以為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哎呀我在看到他都不一樣 他說徐小姐 你過來我跟你講一件事 他說呢 我以前啊 就是道士 就是中南部 台灣的中南部 三大道士的一個 喔 他的威力啊 他那個領如果護身的時候 他也可以疑病 也可以崗軌 而且呢刀子砍身體 流血也不會痛 而且那個 你知道嗎 那個高梯120層樓 用腳去踩 踩到最高的那個玉子啊 接那個天上的那一隻旗子 他走上去就又很威武的又下來 身體都很好 他可以做很多超能力的事情 但是 他每一次做法 五天六天之後呢 他整個人呢 就像脫了一層皮 他整個人就 體力就消退 一次做法就一次消退 他就跟我比這樣說 耶穌他有愛 我說欸 你怎麼會感覺耶穌有愛呢 他說齁 我過去呢 那些邪領附身的時候呢 我最清楚 因為他們只是在利用我 耶穌不會利用我 他真的無條件給我 所以呢 當那一天 他說那一天呢 他的靈魂呢 下到了陰間 他整個人 他是陰陽眼 他過去在做法的時候 他都到陰間 在那個鬼門關 在那個 在那裡 處處處處處處的 可是呢 這一次我到了陰間的 那個鬼門關的時候呢 那個鎖門的人說 你不屬於我這裡 他說 欸 這不是我常來的地方嗎 怎麼今天不屬於這裡呢 那旁邊的那個大小鬼 就拉著他 哎呀 你過去跟我們在這裡 跟我來啊 就這樣拉扯的時候 那個 所有醫院的十字架 床單 被單 還有 那個 那個 鋪的枯的枕頭套 的十字架全部亮光 一隻手就把他帶回來 他整個人就醒過來 然後他就活下來 他的病就得醫治 所以他說 耶穌的愛 他是無條件的 他沒有利用我 他愛我的 所以 從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 把他過去的偶像 那些書籍 我們在基督教醫院很多同工 就去把那些東西都燒掉 然後他就成為一個基督徒 那 我在醫院當中 經歷到很多上帝的愛 那 透過他來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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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愛 是沒有條件的 因為過去 聖經有一句話說 我從前 風吻有你 我今日親眼見你 這個風吻有你 就是百分之二十 也許是百分之三十 你知道有這個上帝 可是 當你 經歷到上帝的時候 你親眼見到神的時候 那是百分之一百 主觀的 能夠知道這個神是又真又活 所以 當神在我生命中 有很多他的美好 讓我來經歷 所以我一路上 從年輕到現在 直到 我來到美國 經歷很多大大小小 上帝的恩典 那我來到美國的時候 你知道在台灣我們 都會買很多保險 醫療保險 還有什麼 癌症保險 什麼保險都有 那我 我們的會友 因為我在賣保險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 什麼 癌症保險 還有來到美國的時候 我2004年來 我現在剛好快要十年 我在06年的時候 有一天呢 醫生就 就一直打電話說 你要再去某個醫院 你要去做切片檢查 然後呢 你懷疑有長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趕快啊 因為他電話一直吹 我就趕快照他的指示 去到醫院 要去做切片檢查 然後到了醫院的時候 醫生就告訴我說 不用切片 我一看就知道 已經有 已經那個細胞已經有變化 哎呀我一聽的時候完蛋了 都還沒有做檢查 那個切片檢查 就跟我這樣講 哎呀我就鼓起勇氣 我就說第幾期 他就說 嗯 初期 開刀就好 哎呀我心裡想 哎呀開刀嘛 好 我買了兩個醫療保險 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想 好像喔 剛來美國 很多醫療 很多 什麼都不懂 我有三個孩子 哎呀都在讀大學 我心裡想 領了醫療保險 開了刀 哎呀 我的孩子也有 學會可以用啊 那他只有想這樣 可是呢我們的神 他永遠是 他的意念 永遠高過人的意念 有一天在禱告會的時候 我提前到 我就坐在 我坐在最前排 哎呀一個聲音就告訴我 他說喔 你來跟我求醫治 哎呀 我從來都沒有 我從檢查完了以後 醫生這麼說要開刀 我都沒有想說 我要跟上帝禱告說 你來你來醫治我 我只有想要做什麼 開刀 然後呢 拿保險 對啦 我只有一直想 哎呀我要拿保險 來美國 這麼現實 一定要有錢嘛 我過去繳那麼多錢 我一定要拿保險 但是呢 神就說 你來跟我求醫治 哎呀我心裡想 對呀 我自己是當傳道人 怎麼都 生命也沒有跟上帝求醫治呢 哎呀我就趕快 我就趕快 跟神說 Say Sorry 說抱歉啊 我只有 我就想到物質的好處 我都沒有想到說這個開刀 下去情形會怎樣啊 請你 就來醫治我 哎真的我做完這個禱告呢 我再怎麼檢查 一連 再去怎麼檢查 那個醫生都不敢再說話 因為怎麼檢查都沒有癌細胞了 所以我們真的很感謝神 我們的神愛我們到怎樣 愛到這個地步 你只要願意跟他求 他就願意成就你的願望 他愛我們 所以如果你求對了 你就可以得著 所以我剛剛回到 所羅門網的祷告 所羅門網的祷告 祂的祈求 祂求的是智慧 所以神就把 榮華 護貴財物 什麼長壽 通通給他了 如果今天 你來到神的 神的面前 你愛他 你承認他是你的救主 你可以跟他建立一個很真實的關係 就像我小時候 我經歷到了那個聖靈的浇灌 那種喜樂 絕對不是這個世界上 所能夠給我的那個平安跟喜樂 所以當你來到 來到這裡 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要把握出這個機會 讓上帝成為我們真實的引導者 祂就將天上的這個智慧賞給我們 那我們就能夠真真實實的活出祂 造我們的美好的形象 因為神造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祂美好的計畫 祂在你我的生命中 祂一生都有祂的規劃 祂不會說 哎呀這麼多人 我我忘記你 祂沒有 祂連我們的頭髮祂都數過 這是聖經講的 我們的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想法 祂都知道 所以呢 你今天只要說 在心中哪怕是一個呼求 祂都知道 所以呢 我們來到祂面前 來尋求祂 你就可以得著 從天上來的智慧 祂寘寺 祂寺寺仔 祂寺寺仔 刚离开纽约到加拿大的时候 正好生命和灵粮堂出版了这个专辑 如荫展翅上腾 特别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如果你把双手举起来 你想象你是老鹰 飞在那个天空的时候 那个感受不一样 要不要来试试看看 我们再来唱一次 请各位一同起立 当你唱到如荫展翅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 想象你是一只老鹰在高空上 这是神的应许 祂听我们的祷告 祂明白我们的需要 神一听见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中胆脱去一切惨美 恢复神一听见我的渴望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中胆脱去一切惨美 恢复神一听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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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神一听我的渴望 用在地上 創造万物的树 他的智慧无法扯度 灵法的她是能力 软弱的她加力量 能够烟的花彼 宗星得利 如影山翅上腾 阿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淡淡出使你荣耀宝床 如影山翅上腾 好想在神的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自我渴望 阿翔在神的宽度里 如影山翅上腾 如影山翅上腾 好想在神的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那的主是祢荣耀宝座 如影山翅上吞 好想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圣灵恩靠的大德 你是美好啊 自由的风尘 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请坐 请坐 这首诗歌非常的美 非常的好 那我今天就用如影展翅这个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 在台湾有灰面鳩 所以在南部满洲乡的地方 我们又称为国庆了 因为在十月的时候 一大群的灰面鳩 在傍晚的时候过境台湾 南台湾 所以我们小时候 我常常回忆 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村子的人 会用那个很粗的铁线 把它打成细细的弓箭 然后到黄昏的时候 就到树林里面 等待那个灰面鳩降下来的时候 去射它 这是小时候的印象 银有一个习性 它竹草是竹在高高的地方 它在天空高高的地方 飞翔的时候 不是靠着它的翅膀的震动 它是趁着风势 它抓住气流 当风一来 气流一来 它展开它的翅膀 可以翱翔在高空之上 鹰的眼睛非常的厉害 在高空快速飞行的时候 它仍然可以看到地上 它喜欢的猎物 所以在看到那个猎物 它俯冲而下 非常准确地抓起猎物就飞走了 还有一点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鹰的眼睛能够直视太阳 人的眼睛只要直接看太阳几秒钟 可能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但是老鹰的眼睛 它可以直视太阳 不会受伤害 这是很特别的 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但是话说有一位动物学家 经过一个农场 他就看到鸡色的鸡群里面 有一只老鹰 其实这老鹰不老 因为这个老鹰生下来 就被叫老鹰 那我们通常说 这个我们也用两个字 小鸡 老鹰 鸽子 两个字 两个字 所以这只老鹰 在这个鸡群里面 他就问这个主人 农场的主人说 为什么鸟中之王 会落不到跟鸡群为伍的地步呢 他确实外貌是一只老鹰 可是他的行动 却跟其他的小鸡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动物学家很有兴趣 那这个农场主人就说 因为我的儿子有一次到树林里面 鸟巢坏掉了 所有的蛋都破了 只剩下一个蛋 是完成他把它拿回家 让母鸡来抚养 等到生出来 就是母鸡的孩子 所以从他出生 就把它放在跟小鸡在一起 长大 为他吃鸡鸡鸟 他就被训练成一只鸡 所以到现在 他不会灰 他的一举一动 根本就是一只鸡 而且他不知道 他自己是一只老鹰 这位动物学家说 不过他到底还是一只老鹰 他有鹰的本能 他有鹰的生命 他应该一跤就会飞的 经过一关讨论之后 两个人终于决定同意 所以要试看看到底 动物学家的理念 对还是这个农场的主人 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他出生就是跟鸡群一起长大 不可能会飞 好他们同意了 所以动物学家 就把这只老鹰 轻轻的抱起来 放在他的手背上 爪子很尖锐的 然后就告诉这只老鹰说 老鹰啊 你是属于蓝天飞翔的 老鹰不是地上走路的小鸡 张开你的翅膀飞吧 可是这只老鹰有点疑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看看这个动物学家 看看地上的鸡群 然后就跳下去了 还是在地上找虫来吃 找米来吃 跟这些鸡群作伴 动物学家不死心 所以第二次就把老鹰 带到屋顶上 那比较高了 就怂恿他飞 可是要告诉他说 你是一只老鹰 张开翅膀飞吧 可是老鹰也是这样 看看他 看看地上的同胞 还是跳下去了 还是跳下去了 但还是不飞 不死心 隔天 这个动物学家 起个大招 背好背抱 带好的行李 就把他带到高山上 他把这只老鹰 这鸟中之王 高高的就在头上 再次的鼓励他说 你是一只老鹰 你是属于蓝天跟大地 张开你的翅膀飞吧 老鹰回头 看看他远方的农场 看看天空 飞不飞 还是没有飞 还是没有飞 动物学家 把他举起来 慢慢地转向太阳 结果奇迹发生了 这只老鹰的身体开始 站斗起来 然后慢慢地张开翅膀 然后发生一支 胜利的叫声 啾 冲向了天空 关键在哪里 他的眼睛指示了阳光 指示了太阳 哎呀我们就像这故事中的老鹰 原本是属于天的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 我们都是上帝所宝贵的 上帝在所有的上帝所造之万物当中 人最尊贵 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并且上帝造人的时候 在人的鼻孔吹一口气 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有沟通 动物不会去找神来拜好 但是人会 人心里有一个空缺 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能够填满的 只有上帝填满 当我们找到上帝了 我们的心里才会满足 所以我们都要找一个神来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造了神的形象造的 人被称为万物之灵 人可以跟上帝沟通 我们是神所创造所宝贝的 只不过因为人的始祖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我们就不认识上帝 我们就失去跟上帝的沟通连结 神要恢复我们的形象 我们一出生 就好像被放在那个鸡群里面 长大的老鹰一样 我们一出生 就被放在这个属世的环境中长大 我们被教导说 宗教都是欺骗人的鸦片 是麻醉人的鸦片 我们被教导说 宗教是软弱者的拐杖 我们被教导说 人定胜天 其实哪里人定胜天啊 最近的灾难事情不是很多吗 那个什么岁月号啊 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航空啊 山难啊 坐船有船难 坐飞机有空难 登山有山难 走路也不见得安全 火车出轨了 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世界其实是充满许多灾难 Hellicon tornado 台风一刮土石流 整个村子被淹没了 哪里是人定胜天啊 但是我们就是被放在这种鸡群里面长大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被教导说 我们是猴子变的 没有没有 学校说的进化论就是这样 哪一天你去到动物园的时候 你要小心啊 你碰到那个猴子的时候 你要喊他老祖宗了 人怎么是猴子变的呢 这些都是世界所带给我们错误的教导 就好像我们一出生被放在一群鸡里面长大的老硬样 根本不知道我们属天的身份 根本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不一样 我们一样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属天的 但是还好有这一本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提到老鹰的比喻 我用其中一个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五节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使我的百姓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这些话是谁说的呢 是神说的 上帝告诉摩西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 这些百姓原来是在埃及地里面 埃及地当什么呢 他们当奴隶一样被苦待 神要摩西把他们带出来 上帝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你们是我的百姓 你们是我的子民 全地都是我的 鹰 老鹰在教小鹰飞翔的时候 怎么教呢 它的鹰草里面其实 开始的时候 小鹰要腐化是有一些软羽毛 等到小鹰已经腐化了 这些羽毛要被拿掉 这些软软的东西要拿掉 剩下的就是树枝 石头 很尖锐的 让小鹰不是很舒服 终于有一天小鹰必须学飞的时候 母鹰就会把小鹰怎么样 推 离开草 让它掉下去 因为鹰草都是在高空 悬崖峭壁 让这只老鹰掉下去 那不是让它摔死 是要让它学飞 等到这只小鹰 还不会飞的时候 快要掉在地面 它怎么样 把它俯冲一下 速度很快 把它 又把它 在它的翅膀上 又升高 回到这个潮 这样一次 两次 三次 到最后这只小鹰 会飞 训练 付代价 看到这个母鹰的智慧 跟它的爱心 让小鹰一次一次 危险 但是很保险 因为这只母鹰 总是会用翅膀 把它扶上来 这些百姓在埃及地 是一个受奴役的地方 上帝看了心疼 这些百姓也跟上帝呼求 所以 苏埃及记说 上帝听见 看见 知道百姓的受苦 所以他就下来要拯救他们 就是我们这首诗歌 所说的神听见 神看见 他要答应 他要答应应允我们的祷告 上帝使用十次的神迹 最后一次 第十次的神迹 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 涂羔羊的血在门楣上 里面的人很安全 没有涂羔羊的血在门楣 就有灾祸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神迹 终于让法老王 愿意让这些百姓离开埃及 那这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在新约我们知道 约翰子的耶稣说 他是上帝的羔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是 戴罪的羔羊 他是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架上 因着他手流的宝血 我们罪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中国字的义 称义的义 音信称义 这个义 意思就是无罪 上帝宣判我们无罪 这个义是怎么写呢 就是羊在我的里 我在羊的里面 羊在我的头上 我就被上帝宣判了无罪 我就在上帝里面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神说 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 守他的约 我们就是上帝的百姓 这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 王子的身份 我们不是跟那群鸡在一起吃虫吃米的 我们是属于天上的 我们可以跟神一同翱翔在天空的 一只在天空飞翔的老鹰 从不担心如何过江河 地上在鸡群里面 有许多我们无法克服的 一个小水锅 鸡就跳不过去 一个篱笆 鸡也挥不过去 这些好像人生所会面对的各种的 拦阻各种的打击 各种的困难 把我们限制圈在这个鸡篮子里面 我们无法越过 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空的 我们有鹰的生命 有鹰的本能 我们是属上帝的 我们能够越过地上所有的高山低谷 所有的困难 只要我们跟神同行 我是一只小鸡 还是一只老鹰 你的答案决定你一生的结果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于你的选择 你要做一只小鸡 还是做一只老鹰 一只在天空飞翔的老鹰 永远不必担心怎么样过江河 只有鹰的眼睛能够直视太阳 当你背对阳光的时候 阴影永远在你的前面 当你转向阳光的时候 阴影永远在你的后面 耶稣他说 我是世界的真光 还跟从我的 就要得着这生命的光 他就不在黑暗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转向耶稣是真光 我们是属他的有鹰的生命 我们接受了这个真光 我们就不在黑暗里头 另外第二节经文在 以色亚书40章31节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等候也是一个功课 就像鹰的生命 寿命也是很长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 必须在这个悬崖 来更新他的羽毛 就是在等候上帝 那神应许说 诗篇103篇第5节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自主 以至于你如鹰返老返统 我们有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不是到60岁70岁 哎呀萎缩了 哎呀老了 我们可以像鹰的生命一样 要返老返统 因为我们是跟神翱翔在天空 这是一个来自天上的祝福 你愿意领受 从天上来 上帝所要给你的祝福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 听到福音 来参加聚会 如果你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朋友 你今天愿意打开你的心 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 神要使你的生命 不再是地上的小鸡 而是可以在高空飞翔的老鹰 如果有这样的新朋友 你愿意来领受这个祝福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看到了有一位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在我们当中 还有吗 感谢主 我来为你祷告 你跟着我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 让我今天晚上听到好消息 我愿意接受这个生命 因为知道我是属乎天上的 我是属乎你的 你要让我像阴的生命一样 可以翱翔在天空里头 今天晚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今天晚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求主与我同行 求主与我同行 一同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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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管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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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奏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阿们 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朋友 在我们当中 同样的 如果你今天晚上也愿意 做这样的一个决志 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愿意来放弃属地的这一些许多的 居宿限制 从地上来像这些农场的主人的 教导一样 而你愿意来转向上帝说 上帝啊我愿意追求 你在圣经所启示我的真理 我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活 过一个与你同行属天的生活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在你的座位上 祷告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 你在座位上举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晚上 你愿意过一个 与神同行 可以凹翔在天空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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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看到了 上帝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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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呼求 把我们的心愿 发成祷告 亲爱的天父 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晚上 我知道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放下何等的柔美的生命 因为我的生命是照着你的形象被创造的 主我我愿意让你来恢复应该有柔美的形象 是属天的 是可以缓映你 柔美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 让我能够脱离属地的 来单单追求属天的 与你一同飞翔 因为你给我们的正如约翰胡云所教导的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我们仰望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好 最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来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 神一听见我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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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重担 脱去一切颤雷 挥扑神教我的荣美心相 人在地上 创造我目的处 他的智慧无法遮阻 疲乏的 他是能力软弱的 他加力量 能够演的话 比重生的力 无意 暂时伤胆 好想 再宣定我的灵 飞烟 所有前代的风暴 让我的城市 你荣耀宝座 如影 山去上坑 放下 在神的国度里 飞烟 所有艰难和风暴 你所 圣灵很高和大灯 我准备好 似有的风暴 无意 山去上坑 好想 在神的国度里 你所 圣灵很高和大灯 飞烟 所有艰难和风暴 飞烟 所有艰难和风暴 你的主心 你荣耀宝座 如影 山去上坑 如影 山去上坑 如影 山去上坑 好想 在神的国度里 你所 圣灵很高和大灯 我准备好 所有艰难和风暴 感谢主 哈利利亚 感谢主 祝鸣